大家好我是绿克 感谢你点开这期的视频 看到封面标题点进来的朋友们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前一阵野球D团队推出了 他们的第一款运动拖鞋 这个运动拖鞋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火 各家都在做 那大家都知道我跟野球D团队比较熟 所以他们就问我说 你能不能帮忙做一起开箱视频 深度一些讲一讲这双鞋 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 但是我就直接给回绝了 我说你这个是一个认真的推广视频啊 但是我最近工作真的是太忙了 完全没有精力去做 不过野球D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大气 鞋还是给我寄来了 而且当我收到这个快递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震惊了 因为寄来的不是一双鞋 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真的是一共给我寄来了七双鞋 可以说这个夏天 一天一双不同样的都没问题 非常感谢野球D团队 当我看到这些鞋的时候 我觉得不做期视频有点对不起他们 但是我又不想做一期很普通的视频 所以就打算用这期视频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判断一个球鞋博主他拍的视频 是真心的在安利呢 还是接了甲方的推广 专门拍的一期广告 首先声明我并不是不支持博主掐饭 正好相反我希望博主多掐饭 掐好饭 这样这个生态才能更健康更好 这样我拍视频才能够有收益有回报嘛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套路 第一点一般的掐饭视频是绝对不会在视频里面说它是掐饭视频的 可能有朋友会问说 我也支持博主掐饭 为什么博主不说呢 其实博主也提过这个需求 只是甲方不愿意他们会觉得一旦说了掐饭 这就不叫内容推广 而是真的让博主拍了一个硬广 对于一个硬广投放 市场部通常觉得这个是没什么技术含量 而且不愿意合作的 不过当然如果你是头部博主的话 自然你是有这个沟通谈判权利的 但对于我们这种尾部博主来说呢 通常甲方是直接回绝你的需求的 第二点如果你看到这个博主同一款鞋 它有很多个配色 那么通常这个也是甲方寄给它的 也是让它去拍一期推广视频的 因为正常人谁会一双鞋一次性买好几个配色呢 真的会有人稍包到这个地步吗 那几个配色它都那么喜欢吗 第三点如果是推广视频的话呢 博主一定会把这双鞋的各个角度全拍一遍 而且还会加上各种近距离的特写 因为这全部都是甲方要求的 如果你不拍的话 怎么能够展示我们这双鞋设计上的美呢 而且博主还会在视频里面讲到 这双鞋用的什么材质 用的什么材料 对于普通球鞋爱好者来说啊 其实我只知道这个是EVA材料 然后摸上去软软坦坦的 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差别 但是推广视频里面 通常博主会讲到这双鞋用的是什么超临界 发炮 什么皮靶 什么各种各样的材料 而且还能够给你讲出来这个材料有什么特性 因为这些知识点都写在了甲方的brief里面 brief就相当于甲方给你的一个需求 你需要讲清楚这些点 那甲方才会通过你这条视频 才会给你进行结算 这里中插一句这双鞋的材料 我也不知道是啥 不过上面写了EVA加POE加P吧 我上脚的感觉就是软坦 或者说就是非常的舒服 真的不是推广 但确实是这样 而且这双鞋的造型设计 我觉得也非常的OK 那么说到造型 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一点 如果你看一个博主 他的视频里面是介绍一个品类 但只出现了一个品牌的话 那么十有八九是一期掐饭视频了 因为通常甲方是不愿意让自己花钱推广的视频里面 有另外竞品品牌的 即使你说竞品不好 那其实也算是给它做了曝光 更何况这种造型类的东西就是见仁见智 你怎么知道它一定好看 而竞品一定不好看呢 而且还有一点 像这种介绍拖鞋的视频里面 通常是不会出现这个品牌 不会出现这双鞋的 因为多多少少咱们国内厂家的这种运动拖鞋 还是有借鉴它的成分 这么一笔 你很难说这两双鞋不像 其实脱鞋大多数都长这样 但确实你得说 近两年运动拖鞋的设计趋势 是有点借鉴Easy Slide的 而且大多数都没有这双鞋设计的好看 不仅造型看起来非常的像 这两双鞋的颜色其实也比较像 只不过这双Easy Slide 我买的是BOOM的颜色 它这个颜色稍微有那么一点大地色的感觉 而这款呢是比较偏白偏亮色一些 但其实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而且普通的日常或者运动搭配呢 这双运气这个白色可能会更百搭一些 另外有一说一 这个运气一系列一共是七双 七个配色 这七个配色大多数都是借鉴了Easy Slide的颜色 而且就这个造型设计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运气确实比国产大多数的运动拖鞋 都要好穿一些 上脚它不像有的鞋 一上脚就显得非常的肥大 你看这个Easy Slide为什么好看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鞋头的这个弧度 从正面上看是非常舒服的 你看这个运气其实也是非常舒服 而且这双运气的重量是比这个Easy Slide要轻很多的 上脚的话呢 它也更容易上脚一些 无论是光脚穿还是带袜子穿 都没有这双鞋那么的卡脚 而且防滑呢也可以看到 这两双鞋的鞋底是不一样的 这个Easy Slide的鞋底呢 光注重美了 上脚真的比较滑 而这双运气呢 底部是有这种水纹形状 而且在内部你脚掌接触的地方 也是有这些花纹的 增大了很强的摩擦力 轻易去甩是甩不出去的 那么可能站在美观的角度上 我可能会选它 但是站在实用性的角度 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不选这双鞋 颜色和椰子拖鞋一样 上脚比椰子拖鞋舒服 而且价格还比它低 所以综上你是非常容易判断 一期视频是不是掐饭视频的 不过还是前面讲呢 我并不反对博主掐饭 我非常非常支持博主掐饭 也希望更多博主 或者更多观众朋友们 能够支持博主掐饭 当然对于那种非常劣质的掐饭呢 比如说一双鞋真的没什么可吹的 而且你真的讲的不是很客观 因为甲方的要求 让你选择性的不讲一些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球鞋市场 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做的 还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很多地儿呢 我们还是要很客观的去看待 然后才能够不断的改进优化的 把国货做的越来越强 并不是说让我们国人的审美越来越低 而是说你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标准 去达到它 你才能够做的越来越好嘛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野球地的朋友们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